2019年李大衛城中被捕的28歲男記者鄧卓瑜 被控於2019年11月18日 在尖沙咀百周年紀念公園及科學館廣場一帶 管有7條索帶 以及管有一支鐳石筆 及一個配備刀具的多用途工具作為攻擊性武器 今日在區域法院被裁定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判籌15個月 鄧卓瑜作工時提到 摺疊式的多用途工具是用於工作用途 當中螺絲批用作即時修補攝影器材 鉗用作取出鏡頭碎片 刀具用作戒斷電線膠布等物品 至於7條的索帶 實為俗稱生索的可重用索帶 用以將拍攝器材扣於身上 而雷細筆則用於向同事或受訪對象指示位置 匯報時標示內容 但法官鍊錦雄認為他管有的萬用鉗 和雷射筆非工作所需 法官鍊錦雄判刑時指 包括鄧卓瑜在內的4名被告 都被指出到達現場是協助年輕人 他稱被告的動機只是盲目崇拜他們的青春 近乎戀同僚 會令年輕人的衝動行為家劇 對社會有害無益